二钱,关于去腾国开酱菜铺,你是怎么想的? 去,当然去,做生意自然就是要把生意做大 那好,娘听你的 娘,你的酱菜这么好吃,要是去腾国开了铺子,绝对能卖出去不少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酱菜房会不会小了? 的确是小了,娘,你瞧瞧这个,你说把我们酱菜房做成这样可好 谭大妈揭在手中,仔细看了看 二钱,你从哪里弄来了这个? 我这些天特地去各个地方看了,发现这种大炉灶一样能做酱菜 而且分量是以前用小炉灶的几十倍 这样的话,比娘你平时带着长工做起来更轻松,更快一些 可是二钱,这么多酱缸这么多的大炉灶,我们这后院根本就放不下 娘,这事我早就想到了,所以今日就是特地来跟你商量这事 我们就把这个大酱菜房建在丰平村 我们谭家在丰平村还有一大块地,一大片的菜园子 还有一个大池塘,还有好几十亩的田地和果园 想要什么菜,就有什么菜 可是我们在京城郊外的凤阳村也有很多田地 还有一点,那就是丰平村靠着三国边境 离着一国和腾国大梁都十分近 尤其是一国和腾国,一个只隔了一座大山 另外一个只隔了一道河 我们大卫若是当真和腾国确定了往来 那今后不仅仅只是酱菜,就连丝绸里面都能流通过去 那作为离着腾国比邻的丰平村来说,可是占了绝对的优势 谭老爹原本就喜欢待在丰平村,自然是愿意 不过谭大妈有些舍不得这里谭一两和谭二钱他们 谭二钱猜出了他的想法,说道 娘,你放心,如果当真到了那个时候 皇上一定会在京城和丰平村建一条最近的关道 这样我们来往京城就比平时要快得多 并不影响我们住在京城或者住在丰平村 那好,就按照你说的办 二钱,我们家还是你有头脑 这事是三元和我一道商量的 他说若梦近来在京城不安全 所以想了个办法,能来往京城 又能时不时住在丰平村 咱们三元向来都是漠不作声 但总是不知不觉,就把事情都办好了 那是当然,谁让他是我们家老三 这边他们聊得正火热的时候 若梦早已经去了京城的最南边 那里有一处废弃的小道观 若梦在这里约了人 启梦大人,不对,谭七小姐 帮我找个人 找谁 跟你是老相识了 当年喜欢穿一身白衣 在天河口装出一副一尘不染的神女 七小姐,恕我无能为力 我现在虽然有些本事 但是终究是个凡人呀 哪里是她的对手 你不是后悔给四姐姐下了诅咒吗 如果我帮你解除四姐姐身上的诅咒呢 你真的有办法 当然 七小姐,你要是能帮我解除四勺身上的诅咒 我愿意生生世世为你做牛做马 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行,就这么定了 一有消息,记得来谭家找我 此事先不要告诉端王殿下 是,七小姐 三天后,若梦借着帮孟十一准备大婚的事 再次进了宫 孟姐姐,四姐姐 这是娘前段时间替我去求的福 正巧送给你们一人一个 这个福是干什么的 是用来保平安的 那好,我就先收下了 多谢若梦 不过四勺手里的和孟十一手里的不一样 她的不仅能保平安 还能解除廖大师以前试心风实力下的诅咒 数天后 谭武冠和孟十一的大婚 在老谭家紧锣密鼓的准备下顺顺利利的办好了 孟十一带着谭武冠亲自打造的发官 穿着自己亲自绣的嫁衣 风风光光驾进了老谭家 几天后 谭老爹几人便回了风平村 而司徒宇也偷偷地跟在了后面 我们后面那辆马车跟了我们一路了 难不成也是去风平村的 谭老爹探出头 看了一眼说道 是腾国那位巴殿下的马车吧 他跟着我们上了船 估计也跟着我们下了船 这个巴殿下 怎么一直跟着我们 之前也是 还跑到我们家来献殷勤 难不成他惦记上了我们家弱梦 那也不一定 说不定他是冲着绿渊姑娘来的 绿渊听着他们在说自己 连忙将脸侧到一旁 带着些许羞涩 那可不是 我瞧就是冲着绿渊来的 等着他们到家的时候却发现 屋子里干干净净净的 他爹 这是怎么回事 是有谁把我们打扫过 估计是有人趁着我们不在家的时候 把我们的宅子给占了 谁这么大的胆子 居然偷住我们的宅子 我去问问隔壁许婶子 他应该知道 我同你一起去 他们二人刚走到门口 一个穿着灰衣麻布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 你们是谁 你问我是谁 我倒是要问问你是谁 怎么在我家的宅子里 年轻女子听了这话 愣了好一会儿 瞪大眼睛一脸惊讶道 你们是谭叔和谭婶 你认识我们 我是前二媳妇 谭叔谭婶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 但是我经常听我男人念叨你们 所以知道 所以现在是你和前二住在我们家 谭婶 我们怎么可能住你们的宅子 你们不是把地和宅子都交给前大和前二来打理吗 前二便让我每天来打扫宅子 说是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若是将来有一天回来了 也能直接住 前二这孩子也真是 我们不过是让他看着 不要让别人站了 没想到他居然还今天让你来打扫 真是辛苦了 不辛苦了 我一直听见二说 你们以前对他十分照顾 现在他能娶媳妇见宅子 都是因为托你们的福 哪里 那几年前大前二帮着我家种地 应该是我们感谢他们才对 你瞧 现在还帮我们把宅子打理得这么好 没错 我们今天一进门 见着这干干净净的院子 还以为是谁强占了我们的宅子 不过现在好了 原来是你们一直帮我们打扫 这下我们也放心了 等到了第二天 于先生和黎先生来了 黎先生 黎先生 快请坐 肉梦 你六哥呢 他回来没有 六哥在书院忙着念书 所以没有回来 我以为他跟你们一到回来了 看来时空欢喜一场 六金是个要干大事的人 自然是学业为重 日后等他高中状元 你再高兴还来得及 肉梦 这段时间你在京城过得怎么样 除了有些想先生们之外 都还好 你呀 这小嘴真是越来越甜了 这时谭大妈回来了 于先生 于先生 你们来了 谭神 谭神 这一年没见 你们二人娶妻没有 黎先生和黎先生二人明显都愣了一下 最后还是黎先生笑道 谭神 我们二人都这般年纪了 也不想再娶妻了 打算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下去 这不娶妻怎么行呢 你们娘还等着抱孙子呢 我们学堂里有好几个三四岁的孤儿 就把他们当儿子养着 这样我爹娘他们也算是能抱上孙子了 谭大妈虽然不太理解他们的想法 但是也没有阻拦 只是长叹一口气道 那也不错 人活一辈子 不长不短 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问心无愧就行 谭神说的没错 对了 谭神 你们怎么突然从京城回来了 腾国的八皇子来了京城 想要我们去腾国开酱菜铺子 所以我们这次回来 打算在丰平村办一个大酱菜房 这是好事呀 酱菜坊一旦真的办起来了 估计能赚不少银子 二钱也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和孩子他爹先回来看看地 等把地确定好后 就让二钱回来建房子 需要多大的地 你们山下的地够不够 应该是够的 而且靠着菜地 方便摘菜 我家还有一些祖传的地空着 你们要是想用 就直接用 这怎么行呢 那可是你们祖传的地 谭神 你先别急 我这地不是免费给你们用的 你们平日里收了道子和菜 给一些我们就好 正巧我们也懒得去菜地种 谭大妈依旧有些不好意思收 犹豫着半天没回话 弱梦连忙接话道 娘 挺好的 我记得于先生家的地 离着我们家的地也很近 要是有了这块地 那大酱菜房办起来 会更加方便 那好 我们就租下你家的地 这时 院子的门被人敲响了 谁啊 谭大妈连忙跑去开门 只见是腾国那位八皇子司徒女 谭夫人 绿渊呢 谭大妈愣了一会儿 回头朝院子里的绿渊看去 绿渊姑娘 有人找你 绿渊听着声音朝他们看来 见着是司徒女差一步移 八殿下 你怎么也跟来了 我都跟你们来平洋县了 当然得一路跟到底 对了 我来的时候 见到一间神女庙 在腾国被称为罪人庙 很多人都厌恶这庙 尤其是我大哥 每次只要见到一个就会砸一个 没想到你们大卫国也有 若梦听罢 渐渐沉思起来 司徒宇的大哥正是现在腾国的 大皇子司徒庆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反感他的庙 还有这种事 尊明是很灵验的神女庙 怎么到了你们那边 就成了罪人庙 也难怪就连我们大卫 也只剩下风平村这一小小的庙 谭夫人 你别叹气 这庙没有了还可以再见 不用了 这庙再好不再多 有风平村这一个也行了 更何况木大公子在京城也见了一个 娘 其实再见几个也不错 也免得其他地方的村民 还要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拜 谭大妈见若梦如此说 会有些意外 她可记得以前若梦还不让沐文阳修庙来着 怎么经个突然改口了 若梦知道谭大妈心里的疑惑 说道 反正木大哥已经在京城见了一座 也不在乎多上一两个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是他现在不想躲着那些人吗 有些人就算你想躲 他们也会找上你 还不如坦然面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